我先講啦 我就說做人要有底線 為什麼我經常非常非常生氣 因為我覺得需要有信他就很故意 他就說因為有媒體披露 就說鄭文善早餐吃什麼 黑糖饅頭配白茶 所以他今天早上特地去做了一個 買了60份的什麼 黑糖饅頭跟早餐 然後就還在那邊洗滋滋的 就是拿到立法院去 請大家吃 可是我會覺得說 你看在 不要說我們啦 你去看今天 TVBS的新聞 有報導這件事情 我底下的留言 我覺得這個社會還是有正義公理的 因為像我們就很為提供 台灣人還是很有人情味的吧 有台的大家覺得屬性還是比較偏懶 可是你去看有台下面的留言 全部都在罵徐曉星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準備給自己吃的嗎 或者是說你有必要這樣落井下石 或者是說 這個大家就會覺得說 人在做天下幹 你肖白不落白骨 那我就覺得說徐曉星 你當時 不要說你現在自己的案子 你的這個很多的案子都還在審理 你現在這樣大喇喇的 這個好像覺得是落井下石 覺得笑得很開心 當時你在那邊哭倒了 哭倒了有沒有 哭倒在那個什麼 病毒的這個懷裡面 還有你講了那麼多的謊話 如果說你不想要別人這樣子 對待你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同樣去奚落別人呢 而且坦白講 你們這個黨內的案子還很多 顏寬恒 我們剛剛講顏寬恒 林茲廟 另外包括高鴻案 對 大家都有案子在身 所以不用這邊 這麼快去奚落別人 而且我剛剛講的 積壓只是一個調查的手段 這個案子都還沒有宣判 你們這個顏寬恒跟 楊文科還有林茲廟 這個都已經是被起訴的 就等待宣判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差很多好不好 所以我真心覺得啦 就是說徐曉星 他現在是 覺得罷不掉他還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沒有一定的事情 沒有一定的事情 就是說他的仇恨值 你再繼續笑啊 你這種 我覺得只要他這種 很囂張的這種嘴臉 這個一直 就是到時候要罷免他的話 這個一直把他顯露出來 我覺得這會加高民眾 會對他的仇恨 我跟你講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 這個友台下面的留言 我真的就覺得說 這個社會還是有正義功力 會知道說什麼是 囂張不掉牌 那蘇婉姐來 剛剛這個新聞報導裡面 也有看到 柯文哲早上的反應 那第一個是 柯文哲早上的反應呢 吳靜宜呢 他就說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你準備好了沒 柯文哲會不會在生日來臨前 跟鄭文燦一樣呢 因為柯文哲是八月生日嘛 精彩可期 但這當然是題外話啦 主要就是說 現在看藍營這些 藍白陣營這些人的反應 是不是也會有一種 就是像小玉姐講的 囂張不露拍的故的感覺 對啦 我覺得其實台灣的人 還是很善良的啦 大家會很理性的看待 尤其我們現在 你看股市還漲成這樣 那麼多的外商產來投資台灣 可是為什麼台灣總是有這群人在亂 在鬧 然後呢 不惜讓台灣丟臉丟到國外去 他們也沒有關係 那他們到底背後是誰 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好好去審思 但是呢 剛剛提到的這幾個人 其實是人品的問題 真的 我真的是覺得 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們不要去怪他的父母親 那是他自己成長的問題 我們覺得不要去怪他父母親 個人的態度 像他之前PO出 之前他PO出那個 他跟那個檢察官很要好的照片 是他大學時候 然後那時候大家也看到那個照片說 欸 旁邊那女的是誰 他們說那是徐小新 哇 怎麼差那麼多 我當了立委以後 跟他大學的時候的長相真的差太多 這個叫相由新生 真的 老實說他大學的時候 還蠻可愛的 感覺上還蠻青澀的 還真的蠻像寶寶丁的 對 他今天拿那個早餐 我就覺得他應該拿給傅崑奇吃 就是說傅崑奇 你之前那個內纖交易 你被關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吃這個啊 我覺得就應該這樣啊 對不對 而且他們超多人的案子 顏寬恒你要不要先吃吃看 也許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吃這個 對 而且搞不好你吃的會更好一點 因為你比較有錢 對不對 還可以加菜 還可以加菜 那重點是 這件事情說實在 我認為說 你拿出來揶揄 嘲諷 這個東西真的是人品 讓人家覺得是 非常非常的惡質 而且這樣他還沒有 還沒有他只是 對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惡劣的人 我這邊真的要這邊很 跟陳俊仲信長講 就是那個副點獄長啊 你什麼時候看過哪一個副點獄長 在媒體要詢問他說 請問這個積壓的人 他是吃什麼東西 那他編號幾號 他跟什麼人一起住 跟什麼人一起睡 他還有沒有自己自備枕頭 請問一下哪一個 傅崑奇這樣子被壓的時候 點獄長有出來講嗎 副點獄長有講說 他背號是幾號嗎 有去講說他吃了什麼東西嗎 他炒了一個空心菜啊 那有跟他講說他還自己帶 在枕頭去嗎 那有去講說他跟哪一個人睡嗎 他有這樣講嗎 關在哪一室嗎 沒有一個被羈押的人 而且他還沒有判刑喔 對 他不過只是被羈押而已喔 你一個點獄長可以站在那邊 大啦啦去告訴大家說 他現在是怎樣怎樣 整個流程整個狀況都告訴民眾 我覺得這個點獄長是很糟糕耶 而且他講到最後還說呢 因為就是說這個被收押的人 在進看守所之前 會簽一個文件嘛 那這個副點獄長他有轉述 他說這個文件的下面呢 有請鄭文燦去勾選說 想不想要讓外界知道你的一些狀況 那鄭文燦明明就是勾不同意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齁 他是想要紅嗎 我覺得這副點獄長你是想要紅嗎 我覺得你整個是違法亂紀 立法院亂就好了 你現在連點獄長都要亂嗎 我覺得齁 這個齁等於是在臨遲 今天齁台灣人是這樣啦 你如果真的是鄭文燦 你有色灘 你有真的有灘毒 然後法院審理 確定的時候你就是進去坐牢 我覺得反正這個就是 法院查證了以後 確實是有判刑的話 那就進入司法程序處理 對 可是現在還沒有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一而再而三的臨遲一個 還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有罪的人 對 你等於是未審先判 對 然後再加上說用這種態度去臨遲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尊心 今天如果換成是你自己的話 你會怎麼想 我當然是不是要保留我自己的一個自尊 我進去了以後如果我真的做錯事 好 那我願意受司法調查 我願意受司法審判 可是你不能現在 媒體這樣講 還說我什麼空親蔡 講得又扯到蔡英文 又說什麼他的背號 連背號幾號都要寫出來耶 然後再加上你看 剛剛上演的這些喪屍 這些像喪屍 你看那叫他咬那個 那個徐小星咬那個賴慧遠的時候 大家就說他是喪屍嘛 這是傷心病狂啊 對 就這樣子一直在演這些劇 然後讓民眾看 我覺得 坦白講我真的覺得很難過啦 我的難過是在於說 為什麼要把台灣搞成這樣 然後為什麼有這些人 見列欣喜以外 還這樣不斷的去臨持一個 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 今天他有判刑 像死刑犯好了 也是一樣啊 還是尊重他有人權嘛 任何人都應該尊重人權這件事情 包括國際媒體都關注台灣 如果我們是這樣的部分 在呈現在媒體的話 就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我們會讓國際再看小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